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场队场上的所有队员星球就会拉下来 赢了比赛你们就会拿国家的一级或者二级队员 就考上很好的大学 一个球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我2010年的时候被美国职业棒球大力门发展中心选中 初三的时候得棒球的故事被纽约时报报道 因为我是藏主第一批棒球运动员 说实话我是整个棒球队里面算是最没有棒球天赋的人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每天自习下课以后 有30分钟的时间我就去操场训练 有些人会跟我说你是给别人看的 你在做秀 过了一年半左右就坚持不下去了 在有天赋的人群里面感到了自卑 就不想打球了 因为我七岁的时候我父亲去世 我的母亲她工作地方离我远 只有暑假的时候我俩才会见面 我妈妈暑假寒假的时候 把我送到那个老家放养干活 慢慢慢慢地我就知道了她的意图 2016年的时候 是第一个考进上海外国大学的藏族高水平棒球运动员 回家乡发展 家人啊朋友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你为什么不留在一线城市发展自己呢 因为那边机遇更多 海南州只有两个初中部里面有棒球队 所以今天我专门去另外一个初中部选拔棒球运动员 因为我自己就是从大山走出去的孩子嘛 我很清楚有些孩子走不出大山 他没有办法去开阔自己的眼睛 所以我就觉得我回来帮一个就是事业 这样肯定是坏球会判 现在看是这样的 外脚这样 这个叫弯一点 哪一个 放养的时候 这样子的孩子会扔石头嘛 跟那个棒球投球的动作有点像 比例比较强 有很好的苗子去培养 我自己也很纠结你知道吧 就是选拔的时候 我想选全部 但是我不能用 万一高考的时候很多人走不出去了嘛 我承担不起 就只能选学习又好 棒球又好的人 今天招了九步 我们训练的时间一周三四嘛 比如说礼拜二的下午可能会练防守训练 礼拜四的下午就可能会防守和体能都会加在一起 礼拜六会打击训练 战术上的一些训练分子 我们每年都会在全国选拔13岁14岁左右的孩子 因为是疫情的原因嘛 那边的教练没有办法过来 只能我们把孩子带到那边去 光棒球好 学习加上棒球有更多的 可以选择 棒球最适应我的地方就是那些动作 改后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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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MOB我待了六年 刚开始被选择以后 就很兴奋 感谢感谢 我应该做一些什么手势 我就应该谢谢呗 那四个孩子是第一次见到珍贵的棒球场 第一次看到珍贵的器材 第一次看到Clubhouse 第一次看到棒球界的姚名 张宝树 照脸 看我的头和眼睛 看他的脸和眼睛 很多你们看这个 看这个 你们关注点在这儿 而不是在那儿 我一直看起来 每个人都看起来 每个人都看起来 琴海 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棒球场 棒球场的内场是方方正正的 外场是圆的 因为它是个扇形 对自己像内场一样方方正正 规规矩矩矩 但是对外你要圆软 就像棒球场的外场一样 我希望他们能通过棒球 提升眼界和寄予 你会得到更好的一些平台 去创造自己 那么多久 点击了